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建议把印尼的共享摩托 Gojek引进大马 在内阁会上提出讨论这个事情 除此之外 他更把Gojek的创办人带到马来西亚 从印尼带到马来西亚 然后推荐他给首相马哈迪 那么在这个课题上 坦白讲说 陆赵福就是我们的交通部长 对这个Gojek课题并不这么感兴趣 但是当赛莎迪在内阁提出来之后 内阁就一决由交通部进行研究 那么既然是内阁的决定 那么交通部就要执行 如今轮到Food Panda的事情了 赛莎迪就呼吁说民众要被一个Food Panda 针对这个建议 敦马就说 这是赛莎迪的意见 他没有在内阁讨论 这件事情 这也不是政府的立场 或许赛莎迪发表这番言论 他拥有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理由 赛莎迪是在今天早上在推特撰文就指出说 消费者应该像投票淘汰人民代仪式一样 要把一些高傲的企业拉下马 并且强调说高傲并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人民应该只是支持对员工 还有消费者公平的企业 那么有一名部长提出 要背隔某一家私人公司提出的服务 到底这个做法恰不恰当 其实有很大的争论空间 那么赛莎迪他在内阁提出Food Panda的事情之后 就引起了内阁高度关注 就成立了三个部门的委员会 就是清体部 贸销部 还有人力支援部 一起来讨论一个解决方法 非常大阵仗 出动了三个部门 去讨论一家私人公司的商业决定 这显示政府非常重视 Food Panda 而这种高度重视的做法也非常罕见 那么另外一层解读的意义 就是不要忽略这一名赛莎迪的影响力 他不仅是有俊朗的外表的小鲜肉而已 同时他也是一名实力派的部长 回来看这个Food Panda的议题 那尽管就是遭到了一些外送歧视罢工反对 那政府也促请Food Panda 就是回复原有的一个实心的制度 不过Food Panda在昨天的时候就决定说 维持全新的一个薪金的制度 还向反对的一些外送员就表明说 如果你们要离开 我们也没有问题的 他们就说这些罢工者其实是少过1% 所以影响不大 不过这家公司是否认威胁罢工的歧视 也不会删除参与罢工者的账号 Food Panda的心境调整 其实是一个商业的决定 公司有它自己的立场 比如说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那么让送餐员有更高的收入等等 那么这个是劳资双方的问题 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中一个部分 许多领域都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 特别是目前非常流行的零工经济 Geek Economy的时代 那么政府一般上都不会特别的去介入 除非出现严重的剥削情况 因为如果你过度保护员工的话 将打击企业 那么与此同时你过度维护企业的话 只会伤害员工的利益 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别 或者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通常都是由市场的机制来进行调节 政府在关键的时刻才干预 那么如今在这个Foodpanda的课题上 是不是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呢 Science Satic认为已经到了 那么Foodpanda则说 为我们的制度对员工好 只要你群劳工作的话 你的收入肯定会增加 在零工经济崛起的时代呢 劳资关系其实变得非常的模糊 未必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员工和老板 其实它更像是承包商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当公司接到一个任务 不管是送餐还是再一个的话 然后你就接受这个单子 然后你完成之后 你就拿到你的信仇 那么这种松散的劳资关系呢 很容易发生在大公司的身上 特别是针对那一些 没有能力进行反抗的小承包商 那么他们只能够跟着公司制定的制度走 你要么留下来 要么你就走人 那么政府其实现在应该从更大 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零工经济所带来的挑战 不仅仅是劳资关系 还包括了竞争 垄断以及滥用主导地位的这些大公司 那么政府也在是这一个时候 应该要从政策面下手了 以最低干预市场的情况 保障公司的福利 还有员工以及消费人的权益 这才是西蒙政府应该要认真去探讨 同时也是赛沙迪应该要推动的这个议程 而不仅仅局限在媒体聚焦的gozack 或者是foodpanda的世界 或者是为了单纯的政治宣传 当然对于这个零工经济 其实我们在City Plus的各档的节目当中 也有不一样层面的讨论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下载City Plus FM的app 去了解更多 谢谢蓝主编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明天同样时间